体会老师 你看咱们这休息也休息好了 您这食材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排毒之瓜是什么 其实提到瓜 你们想到都是什么瓜 西瓜 南瓜 黄瓜 东瓜 没有北瓜 想来想去其实就这点瓜 排毒之瓜真不是你们想的瓜 是苦瓜 苦瓜 很少有人想到苦瓜 为什么喜欢苦瓜呢 苦瓜生则姓寒 熟则姓温 很神奇的 这个生吃 清暑卸火 解热除烦 做熟了吃呢 养血滋干 它能够润皮补肾 能除邪热解牢法 那么刚才我不说吗 酒是什么 湿热之物 而且苦瓜虽然有苦味 但中医认为苦味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泄的 它可以泄毒泄火 所以我用苦瓜 这说到苦味 其实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我小时候啊 不管是什么发烧了上火了 还是便秘了 家里人总喜欢给吃点苦味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有那么句话 叫苦口良药 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苦味的东西 虽然它不好吃 但是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那咱们这排毒之瓜说完了 它这个最好的搭档 是不是也该亮相 它的最佳搭档 其实我相信 电视机前有些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 我说了以行不行嘛 以行不行 它肯定得跟干有关系 它长得像干啊 这什么东西 长得像干啊 什么东西长得像干 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干 那就是干呗 高兵 我还蒙对了 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干 干长得最像干 猪干啊 对不对 咱就吃猪干就行啊 这猪干铁元素含量最高啊 而且猪干含有什么 大量的维生素A 能保持一个好的肤色 保住我们的好视力 而且能补B组维生素里的维生素B2 B2好东西啊 B2能排毒啊 中医认为猪肝归干净 能养肝明目 所以说我用这两种食材 一个苦瓜 一个猪肝 做个经典的菜肴 叫什么呢 苦瓜猪肝 就刚才说到这个苦瓜的时候 我们微信上的朋友们 也在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说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这个苦瓜的苦味 别说他们了 真的 我也接受不了 就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能让它不苦 等会儿做的时候 教给大家 就去苦瓜苦味的手段 但是你得留下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做吧 对 就等着吃了 得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个中国烹饪大师 可星 他准备好没有 可星啊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可星 今天呢 我为您带来的这道菜 叫做苦瓜猪肝 很多人觉得猪肝啊 它也是排毒的器官 是很脏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教大家 这么处理啊 你只需要把它切片 然后呢 拿水 冲洗浸泡 我们将切好的猪肝 放到碗内 里面加入盐 鸡精 料酒 白胡椒粉 少许的生粉 抓拌均匀 抓匀了 就可以了 想要苦瓜不苦 那么中间这个白人 一定得摘干净 这苦线得摘干净 越干净越好 这样做啊 一方面能够去除苦瓜的苦味 同时还能最大限度的 锁住我们必须的营养元素 然后呢 我们将处理好的这个苦瓜呢 抹刀斜片 片成片状 我们将葱姜蒜 切成片 我们再拍一点蒜末 然后呢 我又提前泡了一点枸杞 现在点火 现在点火 锅中呢 加水 烧开 加入少量的料酒和醋 可以有效的去除 猪肝当中的腥味 现在呢 锅中的水啊 已经烧开了 我们将猪肝当下入到水中 我们将猪肝下入到水中 烧开以后我们将表面的浮沫啊 打净 将猪肝捞出来 放在一旁啊 放在一旁啊 控水 锅中呢 我们换水 焯 苦瓜 锅中的水啊 已经开了 加入 色拉油 还有盐 我们下入 我们下入苦瓜 迅速捞出 将苦瓜 装入盘中 我们将锅刷进以后呢 重新点火 加入少许的底油 将葱姜蒜 煸香 烹入料酒 加入少量的清水 我们加入白糖 盐 鸡精 白胡椒粉 烧开以后下入猪肝 下入苦瓜 用生粉 勾芡 然后加入蒜末 加入泡发好的枸杞 炒匀 好 关火 今天的这道 苦瓜猪肝 就为您 制作完成了 感谢您的希望